過年懶得出門的話 把電視打開來看看第四台 業者在過年期間安排播出的電影 不管是好萊塢電影 飢餓遊戲 或者是國片票房冠軍Carno 從除夕到初五 天天都有好戲上演 雖然很多電影都是已經重播好多次了 但是過年期間收視率通常都還不錯 也有網友笑說 今年收視率的冠軍應該就是動畫片冰雪奇緣 熱血的Carno被第四台頻道業者 選在除夕晚上播出 不過長達三小時的Carno 要從晚上九點播到凌晨一點 跟觀眾一起跨年 但多了一個小時的廣告時間 對電視機前的人來說也是種考驗 另一部跟Carno打對台的除夕強檔 是這一部 在原代廉價曾創下3.16的高收視率 冰雪奇緣又來搶觀眾 加上適合合家觀賞 網友預測農曆年的收視冠軍 一定又會被這兩位公主拿下 大年初一還有新片來搶單 在全球創下高票房的續集電影 《飢餓遊戲2》 還有去年入圍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的 樂高玩電影 跟劉德華的Z風暴 都將在電視台上首播 我想從來沒有一個人 可以用像鳥一樣 像一片雲一樣的高度 去認真的去觀察台灣 創下好口碑的空中紀錄片 看見台灣也將在初二的熱門時段 晚上九點再度播出 初四也有大場面的史詩電影 龐貝傑利 我參加奧斯卡 看起來會有一個驚喜的表演 年假最後一天 初五早上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登場 電視台也準備好實況轉播 要用眾多電視節目 把觀眾綁在沙發上過年 U10TV賴偉 樊岳嘉 U10TV報導